中马咖有人两年赚了两千万 你相信吗 这一公斤卖到一千二 到七八千 马咖价格从一万元降到五毛钱 没人要 你相信吗 反正苗的钱还不够 今年就是一块钱一不一 记者走进香格里拉 丽江 探访马咖种植户 投资商 聚焦三农正在播出 大屏幕上的这种小果实 名叫马咖 它可不是普通的果实 就在一年多以前 它的价格最高的时候 可以达到每公斤一万块钱 那还抢不到货 而眼下同样的马咖 一块钱一斤都没人要了 这就奇怪了 马咖的价格怎么会从巅峰 跌到谷底去了呢 节目最开始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2014年底我们拍摄到的 收购商在地头抢购马咖的画面 云南省丽江市豫龙县 大居乡宝山村 是我国马咖的主产区 坐落在海拔三千二百米的山上 2013年 马咖价格开始飞涨 销售商每天穿梭在地里 等待着收购马咖 村民们种植的马咖 自然就成了抢手货 去年就职注了六毛 就觉得还可以收购有七八万 就觉得还可以 就今年就全部都赶成住马咖了 老杨是村民和贵生的老顾客 三天前电话里说好了 以每公斤四十五元 收购这片地里的紫马咖 一见面 老杨发现 马咖的价格涨到了五十五元一公斤 三天涨了十块钱 而老杨还是愿意收购这批马咖 老杨还没走出马咖地多远 又一个收购商 找到了村民和贵生 话音未落 不远处两个收购商 为了抢马咖 竟然动起了手 一公斤鲜马咖地头价就五十五元 价格不菲 还这么抢手 如今重马咖还那么赚钱吗 2016年3月 记者再次来到云南丽江 找到了何惠生了解马咖的情况 一见面 老杨的情绪十分低落 今年的价格怎么样 今年不行了 今年就收购商都没有了 那和那14年那时候抢的那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何惠生告诉我们 2014年他种了十五亩的马咖 纯收入达到了十五万元 每亩地赚一万元钱 这让他兴奋不已 2015年他扩大马咖种植面积 而且大部分种植的是昂贵的黑马咖 最贵卖到一百二一公斤 我就今年就全部住这个了嘛 那你亏了吗亏 亏了嘛 就是去前几年赚的那些 全部垫北垫在这里 一分钱都赚不回来了 马咖不同的颜色价格不等 颜色越深价格越高 何惠生告诉我们 2015年收获了马咖以后 全部窝在手里 卖不出去了 那你为找那个什么 14年教你抢 俩人打起来 那些早就未过了 弄过了 马咖成熟的时候 就打电话给他们 马咖一成熟了 你们要还要不要 这些为他们 他们说我们今年不敢要了 他这时候嘛 一个人都不敢买 他们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村民和贵生的家里 2014年的时候 我们来到他家的时候 那么马卡全都卖出去了 销售一空 那么到了2016年 现在是2016年的3月份 那么我们看到他家里堆的屋里屋外堆的全都是这个马卡 这14年的时候 一斤是鲜果是 120块钱 今年呢 今年就不行了 今年就一块钱一不几 一块钱一公斤啊 是了 何惠生所在的宝山村 共有300多农户 原本种植青棵土豆油菜 2014年 马卡赚大钱的风声 传到了这偏僻的山村 再加上何惠生一家 赚了十几万的真实案例 让这平静的宝山村 掀起了种马卡的热潮 马卡了吗 卖了卖了 卖了 哪天卖的 我过年前就卖了 过年前卖的 那就是收完了就卖了 多少钱一斤卖的 多少钱一斤 一块钱一斤卖的 真一块钱一斤卖的 真的 真的啊 到开始估计下来都差不多有一百堆的油 你们村现在有一百多吨 一百堆干货的油 马卡原产于南美洲安地斯山脉 是一种高山植物 2002年引入我国种植 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天然食品 2011年 马卡粉获得了国家新资源食品认证 专家研究发现 马卡中含有马卡鲜案和马卡锡 是促进性功能的有效物质 随之 马卡被炒作为植物伟科火爆市场 波及的区域延伸到高海拔的乡村 为了了解我国马卡最适宜种植区 我们来到了香格里拉 由于这里平均海拔在3400多米 独特的高海拔优势 香格里拉被业内公认为出产最优质马卡的地方 我们走进洪新村的孙诺麒麟的家 那你们这个村子从什么时候开始种的马卡 就是13年开始吧 谁让你们种的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这里当地有个老板 他说种马卡 我们马卡什么都没有见过 孙诺告诉我们 从他青史开始 家里都是种青稞土豆油菜 由于香格里拉昼夜温差大 作物生长缓慢 家里来自土地的收益很少 而从2013年开始 村里来了老板说高价租用土地 并教他们种植一种叫马卡的东西 红坡村的土地随之金贵起来 租金就是一亩地 一亩地七百八百 七八百块钱 那个就好算 令孙诺奇怪的是 2015年租他家土地的老板突然不租了 信息闭塞的村民根本不知道 一夜之间 马卡价格从一千元跌到几十元一公斤 但是已经学会种植马卡技术的孙诺 将家里的十七亩地又种上了马卡 今年买的话肯定亏了 肯定亏了 对肯定亏了 反正苗的钱还不够 比如16年的话 大家要是再春耕 16年是可能是 我估计是没有人住了 那你怎么想 你种不种啊 我不种 不敢种了 在香格里拉 从2015年发现马卡价格骤降而迅速收手 但却依然亏得血本无归的投资商不在少数 洛桑就是其中之一 在香格里拉的话 当时来说是规模最大的就是我们 你最多的时候 种多少亩 五千亩 五千亩 五十岁的洛桑三十多岁开始经商 在香格里拉经营几个店面 积累起原始资本 2013年身边的朋友都种植了马卡 他拿出全部积蓄 也租了五千亩地开始种马卡 他的投入不仅仅是租地费 就是今天咱们在路上看到的那个大拖拉机都买了两台 然后买了四个小拖拉机 2014年 洛桑收获的马卡最高价卖过一千二百元件一公斤 这让他下定决心大干一场 他在香格里拉建了八个马卡种植基地 然而基地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扶持 现在还有五百八十万的贷款 在香格里拉和丽江 像洛桑这样投资商并不在少数 当社会资本大量涌入马卡全产业链之后 投资商最担心的市场滑坡出现了 谁知道我们挣大干的时候就开始不行了 13年可以 1415开始就不行了 那么现在洛桑林我们来到了 他存放这个马卡的一个秘密的仓库里面 我们现在看到啊 你看看这两边 这存放的全都是马卡 这是黄色的哈 这是黄色的马卡 那么这个屋子里我们就在想啊 整个这个仓库里到底有多少吨的马卡 那么为什么存放在这里没有销售出去呢 像今年的话就是这个没法卖了 价钱不行 最好的时候这个11公斤卖到1200 就这个啊 但现在我们只是卖那个林桃 陆桑告诉我们 这个库房里共有20吨的干马卡 都是2014年2015年两年的存货 之所以没有卖出去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这个是完全是生态的 没有任何农药的东西 然后现在人家有农药的 长得很大的那些 零售的话 那些价格又低又好卖 正当我们采访时 洛桑接了一个人的电话 让我们了解了当下马卡的价格 看到陆桑接完电话的状态 我们感觉这不是个好消息 马卡因为仓背作为植物伟哥 而蜂蜜一时 身价更是直线超过 诸多名贵中调材 在当地的药店 农贸市场 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 那么这里就是香格里拉 是最大的农贸市场 叫向阳路农贸市场 那么马卡的整个销售 批发零售呢 都在这一部分 我们进去看看它的价格 老板你这有卖马卡的吗 黑马卡这个15块一斤 它里面也有 15块一斤呢 那么最高的时候 那黑马卡卖到多少钱 最高卖到七八千 那今年怎么会25块钱吗 今年的话 没有人来香格里拉买马卡了 马卡价格断崖市下跌的 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洛桑经过分析 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么到底是不是像洛桑 所说的那样呢 我们来到云南省农科院 高山经济植物研究所 找到专门研究 马卡的专家薛润生 现在我们高海拔地区 也就是200公斤平均产量 但低海拔反击重 可以达到四五百公斤 消费者吃下来 功能的效果就减低了 减少了 专家的说法 证实了洛桑的分析 不无道理 薛润生说 由于使用化肥 甚至彭大计 催俗低海拔种植的马卡 亩产是高海拔的三倍左右 另外 种植面积 呈几何速度增长 他说 2011年 立将马卡种植面积 3000亩 2015年增加到14万亩 5年增加了45倍 低海拔 低营养含量的马卡 充斥市场 以次充好 导致消费者 丧失信心 价格骤降 如今 千疮百孔的马卡产业 让历尽艰辛 在高原地区 推广产业支付的 科技人员们 心痛不已 确实在高寒山区 要调整一个产业机构 难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马卡 从某个角度来说 我们现在脱皮支付 甩掉这个贫困的帽子 怎么甩 不用一些产业 来支撑这个高山地区 你怎么来实现脱皮 马卡在这个问题上的话 充当了一个很好的角色 薛仁生强调 为了扶持贫困的高寒山区 马卡产业的发展 云南省早已出台 马卡种植的相关标准 但要想规范马卡的种植 或者说 严禁在2800米以下海拔 种植马卡的难度 却很大 有了这个法规性的标准 但是你这个东西 农产品 它有一个瓶颈 就是怎么去 执行它 如果没有执行这个标准的人 怎么去制约它 所以难度比较大 最后专家提醒消费者 如何选择高海拔的优质马卡 所以大家种马卡的时候 是大了 大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 在低海拔种 比高海拔还大 第二个 肥水条件 还有 同大进 这个东西就大了 其实大了并不是好 马卡的泡沫破了 留下了一地没人要的马卡 整个产业链上的人都赔钱 损失最重的 还是那些投入巨大的马卡种植户 农业生产投入大 周期长 转身困难 像炒股那样 跟着风跑的事情 农民干不来 马卡泡沫是蜂拥而至的油资 和缺乏监管的市场 共同吹起来的 如果当初从马卡种植 加工企业认证 到市场商业模式 都有严格的监管 这些坑农的泡沫 恐怕早就刺破了 马卡泡沫破了 怎么用监管 防止忽悠农民 还是一个需要我们用心研究的课题 六千多万斤 三分之二都还没卖出去的 三千万斤离滞销 顺便感觉压力山大 三万只蜜蜂围攻三头牛 同归于尽的责任 究竟谁承担 更多内容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收看 欢迎回来 眼看各种果树 进入新一年的种植和栽培期了 可是呢 河北石家庄 马丘村的种植户们 却还在为去年盛产的梨儿着急 因为还有三千万斤的梨 没卖出去呢 大家后就客户们过来 装货来 应该也大家后过来 都过不来 这位头它连出去也是没不动 价格太低了 这位头也是没不动 马丘村毗林照现 村里有六千多亩梨树 其中有不少是上百年的老梨树 去年全村离封产 本以为能卖个好价钱 可没想到销量却并不乐观 尽管村里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抵御风险 可几千万斤离滞销的情况 让种植户们感觉压力山大 六千多万斤卖出去 现在有三分之一吧 三分之二都还没卖出去呢 种植户高大姐给我们算了这样一笔账 一箱梨40斤包装费加上冷库存放费的成本 就有十七八元钱 年前每箱能卖三十多元钱 而年后只能卖到二十多元钱 基本都是赔本在销售 即便如此 这梨还是卖不出去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村里的梨销售情况不好呢 我们岗城的这个梨果面积是16.5万亩 梨的产量是50万吨 这个加上周边的这个照线 晋州新底 整个这个果区的面积是100万亩 是中国最大的梨产区 种植技术的成熟 使得稿城里的产量年年攀升 但是随之而来的销售难 却一直没有解决 没有固定的销路 种植户们卖梨 只能靠自己 旺家咱们的销售都什么 外边客厂也累 咱们自己离下去外边的客厂 今天就是货还多一点吧 咱们自己上外边招客厂 随着天气转暖 马秋村的种植户们 卖梨的心情越发的迫切 如果到了四五月份 其他的瓜果一上市 势必会对梨的销售又有冲击 现在全村老少最迫切的愿望 就是赶紧把库存的梨卖出去 最大的愿望就是 从多来个客户 扩销出去就行 让我们稍赔个钱 有需要的观众 可以直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和高大姐取得联系 尽快解决眼下梨制销的问题 我们下面来看一个民事纠纷 四川乐山嘉江县的有三头牛 被三万多只蜜蜂活活给遮死了 牛的主人和蜜蜂的主人 是各说各的理儿 这件事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66岁的罗开泉会议说 当天上午老伴田晓琳把三头牛 牵到约一公里外的空田坝里休息 就没再看管 没想到当他再看到牛时 竟是眼前这一幕 当时罗大爷只穿了件衬衣 随手扯根树枝 想把蜜蜂赶跑 但是数量太多了 根本就不起作用 反而自己的耳朵 眼睛脖子也被蜜蜂遮伤 这好好的 怎么会有蜜蜂和牛过一步去呢 原来空田坝旁边 就是老李夫妇的养蜂肠 事发时 老李夫妇不再养蜂肠 直到民警来做调查 才知道出事了 养了25年的蜜蜂 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 三头死掉的牛究竟值多少钱 事件的责任又该由谁来付呢 真是各有各的理儿 牛的主人罗大爷损失六万元 蜜蜂的主人老李损失了三万只蜜蜂 价值七千元 事故发生时 两边主人都不在现场 也都各有损失 那么责任究竟该如何判定 遇到类似的民事纠纷 村民可以找谁来调解呢 养牛的人和养蜂的人 其实来讲都有相应的 没有尽到管理义务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他们两个可能都会对 这个损害后果造成的损失 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如果说双方达成和解 意见配下村委会来 请求进行调解 或者说是直接向人民法院 请取出送 通过法律的程序来解决问题 现在三头死牛已做了深埋处理 双方在村委会的调停下达成初步协议 由老李赔偿罗大爷三万元 前不久 贵州同大高速公路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一会儿闲停信步 一会儿又在路上狂奔 过往的车辆只能减速避让 现场是险向还生 原来是两匹马上了高速 这两个家伙就是我们说的不速之客 当天下着小雨 民警加大了道路的巡逻管控 当巡逻至同大高速上行二十公里处时 发现有两匹马在高速公路上散步 你去去说说 梁匹马看到陌生人以后 突然加速 逆向跑到了超车道上 迎面驶来的车辆发现马后 纷纷减速避让 一时间该路段险向还生 为了消除安全隐患 民警奋起直追 想把马儿控制住 可这两匹马像逗民警玩一样 民警跑 他们就加速 民警累了 稍作休息 他们又开始漫步 就这样 民警足足追了两公里 采用迂回包抄的办法 才将两匹马控制住 往回走的时候 马儿的主人也找了过来 将马交还后 民警对马主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马主人介绍 这马儿原本放养在四公里外的大桥下 两匹马互相撕打起来 就追逐着跑到了高速公路上 要提醒一下 住在高速公路边上的乡亲们 可得看管好自家的牲畜 跑上了高速公路 一旦发生事故 主人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三农视讯 日前 农业部召开干部大会 传达学习惯彻 全国两会精神 会议强调 各级农业部门要切实把学习贯彻 两会精神引向深入 要认真办理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 把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 全部纳入绩效考核 要全力抓好春季农业生产 狠抓防灾减灾 全力夺取夏凉丰收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想来得更多节目信息 查询往期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视网 农视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 查询浏览 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请关注聚焦三中栏的官方 微博微信 我们可以认真阅读 您的每一条留言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